你敢信现在老王碑友的队伍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今天上午葛迷你战队与赖神梦之队进行了BO5训练赛 连败三场的葛迷你战队遭到了教练疯狂痛斥 甚至表示打不出效果就去送人头让对方平推 不够清楚吗是谁都让我出了问题自己说 让对面推了 不出人头的话我们推快点 早在第一把的时候 葛迷你战队就以碾压的姿势败给了孟之队 全队唯一一个人头还是辅助伪装 第一把结束之后刺痛就认为是阵容问 刺痛一直强调拿工本但无面根本不会工本 就玩工本你玩个半个问题我想了一下 对面出工作你我们他还要选个梦奇 梦奇不是被公司你追了吗 工本在天上也选不了 对吧我说一二楼就前面记前两楼 他不会玩工本呀 玩就得玩你看我们不玩了 我们现在就在思考这个蓝陵王怎么办 干掉也不能去 那简单呀直接描述公本 你打手我打公本 于是刺痛主动提出自己玩打影 吴念反驳刺痛后结果两人直接开始吵了起来 吴念认为中单干将被蓝陵王切死四次 跟正容没有关系 然而刺痛认为拿了工本才能更好地反制蓝陵王保护干将 我怎么能他压的你看 因为不选这个工本 蓝陵王公司你爽得要死 梦奇选出来不是被公司你揍的吗 能打到弄梦奇的射手 前期除了公司你和马卡还有谁 没了 那我们顶着公司你选梦奇 然后蓝陵王又又限制不住 假如说我们是牛王家梦本 你只要梦本就有手 大招能锁到那个蓝陵王 我们中单凭什么动不了 那这是你干将的问题吗 那不是干将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那个工本的问题 那不选梦本导致我们零杠死 我直接喊投降 直接所有人在站里面挂机 那就是因为他不选这个工本 有意义吗 没意义 那是明天别选那样 为什么工本明天别选那样 跟工本没关系啊 跟工本有啥关系啊 老师就叫一个英雄干嘛 跟英雄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没选工本没选那 就玩中单玩不了啊 这跟中单有关系啊 这把中单本来就玩不 我想工本中单也也玩不了啊 你什么呀 你不要玩中单吗 你会玩吗 你会玩吗 你告诉我 南丽王你告诉我 南丽王他女生我怎么锁他 你跟南丽王变选 我问你南丽王怎么玩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中路中路亲线的话被开 你告诉他直接直接 接小马散开 你告诉我你怎么活 要不你去玩干将 你玩一个干将 小马要是能散开 那就是干将的问题 就不是你的问题 那你去玩干将 你去玩干将 你去玩干将 如果你这把 戒的阵容 如果你能活三次以上 如果正常打出 你能活三次以上 那我家里面挂球 两人吵了几分钟后 询问中单莫萱萱 结果连教练都站在了刺痛一边 认为是在照顾无念的英雄持问题 会玩的人说 来 你你你你 你自己说 话能挂掉吧 南丽王改动的话 工本 如果留吧还有大的话 工本在旁边确实能 换起码南丽王也得死 这样子 就是他就在能先 那我们俩都不用拿大约 你再说嘛 那 你再选公本吧 那你再说吧 我是照顾你的英雄池 所以再把干将玩不了 如果不照顾你的英雄池 公本加留吧干将就是能玩 紧接第二把开局前教练 就给几人分配了任务 然而任务就是在两分钟节点的时候 放弃空间之力 进行反红或者反弯 如果要不到这个画面 就直接投降下一段 无念你看一下信息 对有报的信息 你听一下 两分钟内部 你跟孙斌 如果你没有反红 你们就 那你们 那孙斌就在下 你去带中 如果你们要反蓝 那你就在中 孙斌 孙斌就 孙斌带中 你就在上 就低图的上 你们的 如果你们两分钟内部 我要看到你们反吧 不要空间之灵反buff 这意思吗 两分钟内部 好 一个人在下路 孙斌到中路去带 去带那个什么 去带长额 然后夏侯珍去上路带亚莲 我就要这个画面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 先把两分钟搞清楚吧 我说清楚了吗 你们二人是还不懂的 由于教练是对方的视角 所以阐述的上下路 基本是相反 但大致意思就是 两分钟放弃空间之灵 反红或者反 很快游戏正常开局 一分钟刺痛这边 就因为刷小鸟的时间 不慎被沈梦戏抓单 伪装拦截依旧未果送出了第一血 送出的一血并未影响两分钟节点 来到两分钟后 几人开始了入侵栏区 和道四打四率先逼出了凯的大招 正当准备入侵栏区之时 吴念的夏侯敦却打算帮助亚莲优先破写 然而抢完线之后 吴念却没有听从教练 开始嘱咐的安排法 结果导致伪装这边 与嫦娥被马超带逼 随后毫无疑问的 就是请求暂停比赛 被教练狠狠痛斥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几人训练 赛送人头的画面 第二把四分钟直接让对方进行了平推 警戒第三把双方又是相同的阵容进行训练 第二把两分钟下路四人集结进篮区 结果吴念被对方凯一直追到了河道 最后不慎被上路后翼的大招命中导致节奏脱落 两分钟节点又一次面临失败 虽说几人已经是放弃了第三把对局 但最后也是凭借实力坚持到了17分钟才输掉比赛